欢迎收看各位节目的时刻 在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就是 柯文哲之前为了要取代某个公司 他成立了制谣公司 用他儿子的名字来取名 结果这个公司居然悄悄地 在10月7号的时候结束 而10月7号结束这个时间点 非常的敏感 是因为10月8号的时候 周刊就报道了橘子潜逃到了日本 而且橘子在这里面扮演一个 非常重要的角色 柯文哲的手机 柯文哲的USB 柯文哲的私人行程 都是由他来掌握 那你可能会问说 不对啊 如果我是10月8号才报道 我10月7号的时候 将这个公司结束 那有什么了不起呢 怪就怪在这里 刚讲的是说 你如果周刊是10月8号报道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有媒体报道说 橘子出国的消息 哪有这么刚好的 而且我们看到 每次制谣公司 跟他有任何的新闻 前后一定有怪事发生 我们还讲到的 制谣公司在5月16号成立 可是5月16号成立的前一天 刚刚讲的 橘子的妈妈就做了一个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而且在5月的10号的时候 柯文哲就花了4300万来买商办 而且橘子能够出国 这更是诡异 因为应小微跟他同时准备出国 代表两个人同时得到了情报 因为难道到即使到了现在这个时刻 柯文哲都还有内线吗 难道到了这个时刻 任何检调有任何风吹草动 都有人跟柯文哲通风报信吗 所以就看到 上天检调又开始把整个声势给拉高 至于我们讲的 现在你很久没有听到的北极术 过去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减掉 减掉 减掉 可是在办柯文哲案子的时候 你听到都是减的 就是我们看到北极跟联赦署 可是现在看起来 北极跟联赦署可能踢到填板了 现在北极组进来了 北极组进来之后 真的可以让这个案情有所突破吗 好 我们今天请到起来 明天的大方首预的财经专家黄涉宋文好 大家好 好 这是美岛电视报东照吴子佳 大家好 好 第三位是民党的台北市员李延峰 大家好 好 第四位是自身本田张宇轩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自身本田张宇轩 好 杰克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消息 是大家突然进去 制药公司居然在10月7号结束 好 那一个公司结束 他本来就说要结束啊 那为什么在10月7号结束的时候 你说非比寻常 因为在上礼拜的我们讲 上上礼拜 这样的一再传出来说 已经查到海外金流了 所以查到海外金流的时候 唯一能够去办海外金流的只有谁 只有第二局 所以第二局的海外金流查的户 开始启动了 可是调查局之前是被挡在外面了 对 调查局本来认为说你被缴械了 本来这个案子是由北检跟联资署 跟这个调查局没有关的 可是让调查局进来之后 就代表调查局能够办金流了 调查局可以办金流的时候 你说制药公司 这个时候取 这个时候结束 就耐人许位 而且制药公司一结束之后 马上就传出来说 最核心的人物橘子跑掉了 保洁我认为柯文哲并没有坐以待毙 为什么呢 你看今天传出最新的消息是 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结束了 好那为什么我说柯文哲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出招 为什么还在出招 保洁他为什么要把制药公司结束 为什么 因为呢 调查局已经进来了 调查局进来了 对因为调查局是专门查什么 金流嘛 你看前几个礼拜我们不是输了吗 他已经启动了要查所谓海外的 这个账户的一些洗钱的这个专案吗 他要查你的金流 所以你要查金流的时候 柯文哲这一方知道说 哇调查局进来的时候 我要小心 因为你真的很会查金流 所以我赶快在这个时候 能够快到转乱马 把制药公司给他结束掉 那为什么制药公司结束 可是你说不对啊 为什么木可没有结束 简单 因为制药公司目前为止 他的财务相当的简单 他负责人可以不用回来 他只要三分之二的股东说 我要结束 因为没有任何要清场的东西 就直接可以把它结束掉 所以这个很快就可以结束 所以你说 照理讲说这个制药公司 应该是负责人 是柯文哲的儿子柯富瑶 柯富瑶看起来并没有回到台湾 就算你没有回到台湾 公司也可以结束 代表实际掌权的人 实际的股东 他其实在台湾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股东 他是还在外面的 那很有可能就是 这个所谓陈沛琪嘛 对耶 只有陈沛琪有办法结束这个公司 所以简单就是 柯文哲也进去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简单说是柯文哲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想办法 在把这个很多证据 把他掩灭掉 对我就把制药公司结束掉 好那为什么是 10月7号这个时间点呢 因为为什么 隔一天的时候报导 保险隔一天报导什么 我们知道说 原来有橘子这个人 对 那橘子这个人现在人在 他在日本 在日本的时候 那这个制药公司的 这个所谓负责人是谁 柯富瑶他在哪里 日本 好也就是说 柯文哲方面知道说 糟糕 媒体要报导出来 如果两个年假一起 那还得了 我赶快前一天 而且调查局要查我 我赶快把它结束掉 对 一刀两断的 把这个制药公司结束掉 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我才说 柯富瑶这边 没有坐以待毙 他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一个状况 而且在新周刊 这个新闻发布的时候 你更可以看出来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没错 为什么讲说 这个消息有走漏的嫌疑 是因为 刚才讲 今天橘子的这条新闻 是10月8号 对 可是在10月7号的晚上 就已经有媒体说 周刊即将报导 橘子出国的消息 其实那样是 除了柯富瑶这核心人物以外 其实在外面 对橘子并不熟悉 怎么会这个时刻 突然丢出来 代表早就有人通风暴戏 对 没错 好 那我们就讲 橘子为什么很重要 保险你简单来看 这制药公司来说话 跟橘子家族 好像完全连在一起 你看 制药公司的这个结束 隔一天就报导出橘子 这个橘子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来看 制药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 它是在今年的5月15号成立的 但如果你把它跟橘子家族 可以连在一起 保险那样 5月10号的时候 柯文哲不是买了商办吗 就5月15号的时候 这个惠征不是查出来吗 许子宇的妈妈杜翠玉 她不是受托专户 变更登记吗 所以说两个 变更登记完之后 制药公司就成立 然后紧接下 严峰不是就提报 说4300万的 这个所谓商办 目前为止的这个事情 就被提报 虽然两个时间点 是可以连在一起 然后结果它的结束的时间点 居然跟橘子家族 又有相关 所以他就说 这个好像很多巧合在这里面 好的 我刚才讲到的 你今天的这个买 4300万买商办 跟你这个橘子的妈妈杜翠玉 搞了一个信托专户的 变更登记有什么关系 后来我们去查了才知道说 如果我刚才讲 那真的是慢了一步 如果当时柯文哲 把这个4300万的商办 直接交付了这个信托 交给杜翠玉 这个信托专户的话 你在所有的证件上 你只可以看到 杜翠玉的这个信托公司 你看不到柯文哲 所以大家在質疑说 你柯文哲到底买的一个房子 还是有买第二个 还是有买第三个 你跟杜家的关系到底如何 对 所以这是 我相信检调 目前为止也要查这样一个情形 好 那除了检调 继续查这个橘子 跟柯文哲家族的问题之外 另外一个就是 今天的这个所谓调查局 又约谈了什么 这个木可 还有众望基金会等 10名的证人 他开始查这个政治现金案 已经查到谁 周渔修还有戴玉文都去了 所以告诉你什么 现在是要摸金流 我除了目前为止的金华城 除了目前为止的很多案子之外 你的整个 重望基金会 木可里面的钱 我也要给你摸了透透的一个状况 而且现在越惨越觉得 这个柯子家也太神秘了 今天甚至传出一个消息说 柯子家的人 甚至他的舅舅说 他们有去跟柯子联络 希望他早点回来 他说 现在柯子家的一般亲人 竟然联络不到柯子 对 没错 这是很怪的事 也就是说柯子这一次来说 简然肩负了太多 柯文哲的秘密 那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我就说 这个如果你把时序 再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你看 买商办之后 几天的时间点 柯子的妈妈的变更 这个信托转户 然后没多久 又成立这个治疗公司 紧接下来的话 严峰踢爆 这个所谓他的这个 买这个 买所谓商办这件事 然后紧接下来 10月7号 治疗公司行赛 然后10月8号来说的话 柯子就被报道 潜逃出国 虽然柯子 跟这个柯文哲的 这个治疗公司 好像两个是完全连在一起 所以才说 这里面或许有更多 内幕的消息 我们可以查下去 如果现在回头过台来看 这个5月就太耐人询问了 因为所有的事情 都发生在这里 这5月刚好发生什么 刚好政权从蔡英文 交到了赖清德手上 从蔡英文 交到赖清德手上 我们刚刚讲到 柯文哲是有内线 柯文哲是有讯息 柯文哲发现不对之后 就开始藏钱了 对 没错 事实上在总统大选完之后 事实上这件案子来说 我认为检调 应该老早就有 掌握到一些讯息 但是为什么没有班呢 现在很多人就说 搞不好是蔡英文总统了 事实上当时呢 对于柯文哲并不想追杀 所以事实上你就知道 他们这个钱后来 你看5月多开始的时候 这个他就开始在买 这个陈培起 就在看上亿的豪宅 然后紧接下来 5月16就开始在开 这个制药公司 然后又买了 4300万的这个商办 都在5月多的这个时间点 也就是在政党轮替之前 他做了这么 在赖总统上任之前 做了这么多的动作 结果没想到赖总统 一上任之后 整个话锋完全转变 所以我才说 如果你从现阶段 柯文哲还在跟检调 在斗法的过程里面 你就知道说 他们或许到目前为止 还是有一些人 知道内部怎么去办案的 这个状况 所以怎么会 目前为止 在把这个10月7号 会把制药公司 给结束掉的一个状况 好 爷们 刚才讲 今天大家不知道 怎么突然发现 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已经结束了 制药公司结束 在回归托位置堡 它是在5月16号成立的 5月16号成立之前 它的前一天也一样 橘子的妈妈去做了一个 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 变更登记的5月10号 柯文哲花了4300万买商办 是你妈踢爆的 这个时候我们在想 那你买商办 跟这个信托专户有什么关系 你特别去查了 如果今天 因为他当时没有马上 把这个4300万 转给的这个所谓的信托登记 如果他当时转给信托登记 你是查不到的 是没有任何资料的 是 依据我们地震局的规定 因为当时我在踢爆 他的商办这件事情 掉的是二类藤本吧 如果假设柯文哲买了 过户了 就直接把这个信托 受托人 给杜翠玉 或者他妈妈 我告诉大家 这个二类藤本的所有权人 就会变成 他的名字 杜某某 或者是许某某 我可能就查不到 柯某某这个名字 当时我是比对是柯某某 然后跟他们家的住址 身份证 对不对 所以代表什么 如果假设五月他买 然后登记在他自己的名下 却把他信托 我告诉大家 柯文哲是可以一手折天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我再补充一下 今天不管是橘子 或者是橘子妈妈的两个信托专户 他都有一个重要就是 不动产的租赁转让 不动产就代表 我是专门做事 你把不动产信托给我 信托给我 我带你来管理 这中间也太巧了 而且你如果买 你真的有买任何的房子 你交给他们家去信托管理的话 外界是从所有的公开资料里面 是查不到的 对 所以如果即使他登记给柯文哲的儿子女儿 其实这个都有可能可以查到 但是如果信托出去给橘子或橘子的妈妈 或者是他们的家族 是查不到的 所以信托这么重要 没错 所以当时大家不是在想说 他不要忘记哦 柯文哲他们是从五月 买了这个商办之后 陈佩奇还在干嘛 还在看房子嘛 晚风许许 隐隐某事情的时候 在看厨嘛 而且看的都是豪宅嘛 那现在大家也会担心说 你五月举止就已经在开始启动 所谓的信托专户的变更登记了 那会不会五月一直到八月 因为当时是因为踢爆政治现金了之后 他才不敢再去看房子嘛 那从五月到八月 大家都在怀疑柯文哲你们两夫妻 还有没有买其他的房子 还是已经买了却已经信托了 这个是现在我们查不到的哦 你说真的信托就查不到了 对那这个检调单位 我相信他们也会一一的来把它查清楚 那像昨天包含约谈的戴宇文 周渝修这个显见什么 显见整个民众党 当然人家北极站是要勾机金流的部分嘛 那现在民众当我说啦 就是我三三倒 我在条四股肉啦 你看他们昨天在这个 西门町前面办的这个活动 我调了相关的资料 你知道多好笑吗 多好笑 他们去申请哦 民众党对馆长跟黄国枪没有信心耶 他们申请入选 还有预估人数 多少人 200人 200人 所以你在西门町6号出口捷运站 你自己预估的人数200人 所以他们心里的底部是200人就很多了 对 你整个民众党精英出境了 结果现场500人 而且那个很多都是路过 包含工作人员 线上多少 1000人 所以我就说民众党你们现在 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边 然后再来 他们还敢自己放消息耶 保洁哥 你记得昨天 他们就自己放媒体说 已经检调单位这个调查局 要来搜索我们众望基金会人 所以你刚刚讲 为什么举止会知道说 我在8月27号的时候 所以他们昨天就知道 众望基金会今天会不会约谈了 对啊 他昨天就自己发消息了 他们真的有内线 那你看他说今天是不是马上被约谈了 对 是不是这样嘛 终于说马上被约谈了 所以所有那么巧的事情 都会发生在民众党的身上 那个举止8月27 赶快跑去日本嘛 应小威8月28 企图想要闯关后来被拦下来 后来柯文哲8月29 开记者会说 他那个暂时请假党主席 大家不要忘记 陈佩奇他买了机票 8月30号要去美国 要带他的小孩说要去美国 那为什么就是短短的这四天的时间 你们所有的关键人物 不管是金华城案 不管是你的政治现金案 你们这些人都要出国 所以橘子先跑 易小威跟着跑 然后他老婆也买了好机票 就要去美国 接下来就是柯文哲 等于说请假党主席 对啊 那所以检调才逼不得意想说 为什么这些人都知道 不要忘记沈青金 他本来也要跑耶 他是躲在楼梯间后来 被抓出来的嘛 所以检调单位也会想说 为什么 你哪有都知道啊 你哪有都知道 你消息是哪里来的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接下来 检调单位他们有他们调查的 这个节奏跟脉络 但是也要防止 所谓的消息的泄漏 好 玉凤 之前有一条新闻就讲说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刚刚讲的 你当然北检 你当然廉政署 你今天包括调查局 大家都摸不着祸祸 因为这是大案子 这是一个跟赖清德 表公的好机会 大家要冲进来 可是这个时刻 有一个单位被绞陷了 这个哪个单位 就是调查局被绞陷 调查局被绞陷的理由说 你有可能情报外露的 这个可能 所以呢 你把资料交出来就好 过去我们都讲 剪掉剪掉剪掉 到后来我们都听到 剪联就是北检跟连政署 调查局被晾在一边 可是现在 北极署有大动作了 北极署为什么有大动作 你说 那是北检跟连政署 两个太废了 两个 一个只会只会办案 一个根本不会办案 所以调查局必须出来 那你说调查局出来 就会有新的进展吗 对 当初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 调查局也是希望来办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还有相关的案子 可惜呢 到了北检那个地方 最高的检查中长 讲说不行 你有一些风气上的疑虑 为什么常常会有些风声 跑出来跑出来 说跟我没有关系啊 别人也会啊 说没关系 那你把资料交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调查局 讲一句话 说我们想去跟人家靠航 都被人家赶出来 然后资料被人家缴械给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谁来办 北检指挥连政署 而连政署当初成立的时候呢 有人笑说连政署 是调查局的二军 因为他们是述出的很多人的状况 是从那边转出去的嘛 所以呢他们就觉得 北检跟连政署 再加上那个时候郑明谦 是这个连政署出来的 他就希望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想一举 打响这个知名度 郑明谦 也连政署是郑明谦的子弟兵 我想好好去扶植 我的子弟兵 来打响这一炮 没有想到落赛了 对所以那一次要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连政署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他觉得说 前半段的资料 调查局已经把它交出来了 我大概剥锡一下 剥锡一下 大概就可以弄出一些东西来了 我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 你调查局是真的在前线办案的 调查局是花去养线名的 调查局是真的在底上给人家保证的 那我们看到连政署什么 连政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人二 人二就是专门在 郑峰跟仁二 干嘛 收集资料的 去这个时候打报告的 打小报告的 会办案吗 我不知道 所以弄了半天 弄下去之后呢 发现检察厂也还问 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快了 怎么都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 后来真的不行之后呢 还是只好把调查局给叫回来 然后调查局叫回来之后呢 用的又是北基组 就是现在讲的北部机动站 那时候有北中南东 这四个机动站都是最强的 其中北基组 就现在的北基站 才是强中之强 以前大家记不记得 阿比的女婿赵建民 赵建民也就是被他们给办的 那时候大家讲说 谁敢去办阿扁女婿 那时候有个内线交易案 结果北基站一办 把他给办下去 而且把他送到牢里面去 那这一次为什么 一定要调查局出来办 因为联阵署看不懂资料 看不懂 然后呢 调查局又故意整联阵署 他没有把资料 把它分析好 其实那些 那些金流还有汇款往来记录 然后重点一件事情 是说你一个人的 人格分析 其实调查局 他从这一个人 他就有你的资料 这个人后面的好朋友是谁 然后呢 他可能走哪些管道 钱走哪些管道 那个是一整套的 你可以整个过去 但是他没有 他把你拆散了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数据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资料 然后呢 联阵署看了半天 递歌到菜得 然后往错的方向 当时调查局 我们讲 所有的情报资料 或者是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资料 钱的资料都在调查局上 你要我就全部给你 我如果全部给你 你根本不会消化 你根本不知道 哪个地方弄在哪个地方 所以他们一度走错方向 所以查金流一度走到死胡同 看到了钱 怎么找不到钱的流向 跟最终的终点 所以最后不行了 还是把调查局给叫来 调查局叫来之后呢 北基站来负责这件事情 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柯文哲不是只被办 进华城案 他们把柯文哲 当成一个犯罪的主体 民众党可能是协助 这个犯罪主体的一些共犯 所以调查局办案就是这样子 我把你全部都圈起来 全部圈起来 然后圈起来之后呢 我帮你慢慢的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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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哪里 你的问题不大的 我就把你一个一个一个弄掉 你到底有没有在这圈圈里面的话 你没看到每一个人 包括巴掩人 包括周玉兄 进去的表情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 你到调查局 到北基站的脸色 绝对不会是像之前 许甫去连政署的表情一样 你今天进去之后呢 你看到了 给你提示的一个证物 我觉得一定会有震撼到他们 这样子觉得很恐怖的 这样子觉得很可怕的 你一进去之后 一个大大的国旗 然后很疏杀的气氛 然后门关起来之后 砰 还有那个回音 我告诉你 今天他一去之后 门关起来 还给你砰一声 对就是这样子 吓他们 那有没有效果 其实北基站过去来讲的话 吓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又有金华城 然后现在找到民众党的话 还有什么政治现金案 那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大案子 主体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身边这些人 其实都有可能 作为他的左右手 作为他的帮凶 如果有钱 我们先讲退归官不想 如果真的有非法的钱 进来的话 会不会到处流窜 每个金手的人 其实在调查局的掌控之中的话 你进到这个圈子里面 你可能就嘎嘎嘎 就嘎出来了 一个都跑不掉 那按照刚刚施松讲的 非常微妙就是 竟然在10月7号的时候 制药公司结束 制药公司结束 今天本来大家以为说 是因为10月8号 近周刊要报导 取自即将出国 可是时局上不对 所以施松判断是因为 当时调查局进来了 北极署进来了 金流是真的在查了 而且是对柯文哲 开始有威胁了 所以才赶快把制药公司 这可以结束掉 制药公司你要想 他当初成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制药公司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接手MOOC 所以呢 当你这事情 叭抗之后 当北极站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前端会不会 其实有什么作业了 所以才急急忙忙 要赶快在这时候 把它shut down 把它给关闭掉 所有的东西 一定都是有原因 而10月7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听到了哪些风声 柯文哲 到现在还有风声 一定有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风声的话 其实简单讲 你在被办案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在办案 你是被人家办的过程当中 一动不如一进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风火让 风尖让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结束这间公司 你一定就知道说 红瞎来啊 红瞎来啊 这个时候动 不然就来不及了 武董 都什么时刻了 柯文哲还有内线 柯文哲还有消息 第一个 你橘子居然可以比 映小微更早一点跑掉 第二个就是 刚刚才提醒说 原来不是印小微要跑掉 是连柯文哲的老婆 陈贝奇都已经买好机票 准备跑到美国 甚至 整个制谣公司的结束 都耐人寻味 我们要回头去看 当时柯文哲跟蔡英文 见面的时候 谈了两个小时 吃了水饺 然后他带了周一休去 对 对不对 然后相谈甚欢 我要跟大家爆料一个事情 不是爆料 就是把那个有一个遗忘的新闻 跟大家分析一下 当时民进党的第一个版本 蔡英文主张的版本 对 就是游习坤当院长 黄珊珊当副院长 对 然后巴西合作 那当时的 那当天在谈的东西 就是蔡英文主导 然后柯文哲两个 其实不是在谈什么 未来的台湾 是谈立法院合作的案子 这个案子虽然 当时赖清德是副总统当选人 对 但是当时 她职务还是副总统 所以主导者 还是由蔡英文负责 对不对 而蔡英文是比较 希望游习坤能够接的 所以言习坤态度很积极嘛 看起来都一个人在积极 因为 所以两头马车 其实是不完全不一 不太一致的 所以那我请问你嘛 那如果当时的情况之下 是蔡 是民众党跟民进党合作 主导这个立法院 那是代表什么 就是 绿白河 就是绿白河 国家安定联盟嘛 对 那就是绿白合作的 所以当时的 柯文哲的心态 是快乐的嘛 所以她的太太 去谈这个春风 什么晚上晚风 晚风徐徐 晚风徐徐吹来 然后她的心情 看小宅 看中宅 看大宅 那个是有条件的啊 因为当时她已经 不会有事了 不会有任何事情嘛 所以她才敢把钱拿出来 买东买西了 后来变了嘛 最后产生变化 是在520之后的变化嘛 520之后的变化很简单 她也吓一跳啊 她也吓一跳啊 因为柯文哲发现说 糟糕 不对了 这个已经赖赏出手 因为没有一个总统 在一天之内 换掉三大情治机关手掌 对 就看到没有 调查局嘛 调查局 警政署嘛 然后北检 不是北检 国安局 三个同时换 同一天换啊 我跟某一位当任过 高层的行政首长的 这个地方政府的市长谈过 他说中华民国历史 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一天换掉 一天换掉之后 第二天就开始动手嘛 柯文哲就动手了嘛 对 所以这个事情 第二点我跟大家分析 我们在谈司法 对不对 都在谈证据 谈一大堆 在这边 蛛丝马鸡 每一项都依据司法的条件 来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你认为柯文哲 是这样想吗 他不是嘛 他讲的是政治嘛 柯文哲要扳回这一层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搞政治嘛 搞政治怎么搞呢 就搞群众运动嘛 他现在无路可走 因为赖赏不可能跟他妥协嘛 现在两个人是 没得谈的嘛 不可能嘛 因为很简单嘛 柯文哲如果这放出来的话 柯文哲比较大倍呢 柯文哲如果你给他搞一个背心罪 然后给他交保出来之后 他会不会退休了 会不会不搞政治 不会 搞到底啦 搞哪里 搞2028跟你干到底啊 因为你从现在民众党所有的动作 都是跟民进党干到底 今天不是讲吃和解饭吗 和解饭谁第一个兵斗的 民众党第一个兵斗的 这是很简单嘛 所以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就是第三件事情嘛 现在整个民众党跟民进党的政府的态度是 和战的选择已经决定绝对的战争嘛 拉高态势全面作战嘛 那这是谁指挥的 柯文哲在里面直接指挥 柯文哲还可以指挥 他拒绝这一区的同时决定作战嘛 作战的命令下给谁 透过律师的律舰嘛 律师律舰下给周玉修嘛 周玉修是关键的人物 周玉修是真正的柯文哲 可以指挥的动作战的总作战的这个战术司令官嘛 对 所以周玉修的所有的这些作战 都是周玉修亲自到场嘛 难怪昨天说谎都不得不出来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为什么这两天开始捡 这个北极主要进场了嘛 那北极主要进场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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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看他约什么两名正商名流了 然后怎么征讯什么 彭正生 黄锦茂 你认为约谈彭靖生 黄锦茂有重要吗 我觉得不重要了 那不重要嘛 垃圾时间 假动作嘛 这样要进化成案只有两个人而已嘛 一个人是谁 一个叫沈靖金要咬他嘛 就金流要咬出来 就巨大金流 巨大金流要咬出来 第二个是谁 李文忠嘛 李文忠知道他前场哪里 我先问你很简单 李文忠跟朱雅虎两个对话 说210万 对 朱雅虎说我们小舍很小 沈靖金很小戏 这个不好意思 然后他来什么 谢谢将军 那我先问你 那这210万是到中央党部对不对 那到了柯文哲手上没有 谁能证明 一个人 李文忠嘛 那李文忠现在 他有 他如果证明这个210万部分的款项 进到了柯文哲口袋 自人口袋的话 那他会变什么罪 他变贪污资罪条例的共犯了 他要判10年以上到无期徒刑了 李文忠会承认吗 他就不会承认了 他当然不会承认嘛 那怎么办 所以因为承认的话 就算减免徒刑二分之一的话 李文忠也要关五年以上 那怎么可能呢 那基本消费额五年 还有背信罪 那就不会糟了 所以李文忠不容易当污点证人 所以因此你看 今天办案方式 他绕过去跟你办背信 北极署进来办背信 对 那背信让你先定罪 那背信定罪 这个木可的四千万嘛 那个什么 什么众旺基金会 一年两千多 两千多花了不少钱嘛 这些叽叽歪歪的钱 一大堆东西 都是李文忠经手嘛 所以先坐实李文忠的犯罪事实 先定案一个犯罪事实以后 然后再跟你谈判嘛 才有机会嘛 所以他从他案 他从这个背信案先突破嘛 先把李文忠跟这个勾章起来 那李文忠还有机会 去咬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现在里面 根本老神在在 他把他拒绝征讯呢 他干什么 他每天在指挥周一周 去跟你干啊 跟你作战啊 那北极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啊 当然有啊 因为法务部的预算 今天就不要想过啊 绝对不可能过啊 就跟你干到底啊 那他拼什么 他拼11月5号出来 对 我要跟你讲一个 坐牢的道理啊 我跟所有观众 分享这个事情 坐牢有道理的 当然有啊 看守所 观的人只有两种行情啊 一种是出不来 一种出得来 出不来的人啊 没行情啊 外面没朋友啦 没有抗争的啦 大家回家各自去找新老家啦 去找各奔前程啊 另外一个 你有可能会出来耶 柯文哲现在给民众党的人 一个所有的途中 他会出来 他会出来哦 他会出来又怎样你知道吗 你以为不要想干 黄霍昌你给我乖乖给我听话 不然黄霍昌不听我的话 我跟你开除党籍啊 对 两年 那柯文哲除了民众党以外 他还有什么对抗筹嘛 没有呢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是绝入一条嘛 跟他纯金盟嘛 是吧 所以今天如果柯文哲 11月5号拼出来的话 谁倒掉 可赖倒了 赖赏就倒了吧 这就是赖赏跟柯赏 两个人的对决吧 决死战嘛 决战11月5号 就是11月5号嘛 10月5号只要他能够 这个柯文哲只能出来 他就变大尾 那讲 树倒胡春战 现在民众党之前不是 非常稳固吗 非常有相近利吗 我力挺阿伯 支持阿伯 相信阿伯 就现在有人辞职了 谢明珠辞职了 谢明珠刚刚讲的 前两天被约谈 然后他说我现在要不干了 我现在不干什么 我现在不干众望基金会的董事 而且众望现在已经变成众矢之地 包括刚刚讲的 戴宇文跟周宇秋 今天都被北极组约谈 你看 周宇秋出来那个脸 都快要瘫在地上了 把他打蛇要打七寸 为什么今天谢明珠 早不死晚不死 偏偏要在今天是因为 不好意思 七寸已经被打到 七寸打到 你仔细看这个时间点 原本他要时间的时间点 也叫做9月12号 但那个时候呢 其实出了一个状况 为什么谢明珠那时候 就已经下个半紙说 我不要干了 我又没有碰这个基金会 关我什么事 他9月12号就想辞职了 对 那为什么没有辞职 罗道的10月11号呢 因为里面有租队友 民众党里面就会跟他讲说 哎呀 民主啊 不要啦 这样不好看啦 比较暗的啊 比较暗的啊 结果拖拖拖拖拖 拖到什么状况 宝典哥 被北极组约谈了 你还是要我不要 剪掉来了 对嘛 剪掉直接上门 所以你看哦 他是到了今天10月11号 这时候才我们讲的 正式辞职 但你会问一件事情 北极为什么拖到了 现在这个时刻 才开始要约谈众望基金会 为什么 理由很简单 就一个人关键人 就叫做橘子 因为橘子才是柯文哲的 那个七寸 你想想看哦 今天是不是先把橘子的消息 插出来 北极呢 跟我们讲调查局 开始海外资金说 我们要追橘子 我们开始要去追这些 海外的钱的时候 众望就开始被约了 对 万流归宗 今天 谢明珠出来怎么讲的 你要仔细听他讲话 他说 我真的不知道 因为这里面的人 处理金流的人 搞这个钱的人 都李文中啊 我都没碰啊 只有李文中 对啊 放话 说从头到李文中在瞎搞啊 我怎么会知道呢 那保留归宇 这次问题来了 众望在这里面 李文中在这里面 扮演到底什么关键角色 什么关键角色 我跟讲 所有的蓝图都打通了啦 原本大家一直在问说 行货怎么行货怎么行货 忘记一件事情 我知道你怎么收货 我知道你钱去哪里就好了啊 我们这时候是不是讲到说 5月10号 这时候柯文哲买商贩 4300万买商贩 对 那你看哦 15号我们一直不理解 这干嘛嘛 我跟魏奖讲干嘛好不好 他原本你去看 许子宜的信托专户 你就懂了 他是什么 非营业中 所以当我们讲 5月15的时候 代表他妈妈这个杜翠玉 受信托专户变什么 开始启动 他把它打开了嘛 开始可以营业了嘛 那你了解哦 信托专户他的特色是这样子哦 包括我们讲的众望基金委 包括我们讲的新故乡 他们最臭万流归宗保际哥 你就会到哪里面 我给你保证好不好 到治疗公司里面去嘛 绝对是这样子嘛 他到治疗公司 那你说这个信托专户 好用在哪里 陈佩奇买了4300万 我那时候就讲了 柯文哲在记者会上 资助说 没有吧 只有这个吧 没有别的了吧 还有买别的吗 没有吧 很心虚 为什么 因为不只买这个 对 只是不是挂在他们家名下嘛 所以 那个是因为刚刚讲 那是因为严峰已经及早踢爆了 要不然的话 他把4300万放到别人的 信托专户里面 你是查都查不到 那如果 我今天可以放一个4300万的商败 放到这个所谓的信托专户查不到 那我有没有放第二个 放第三个 第四个呢 被严峰打掉了嘛 严峰本来 本来这个4300万也要放进去了 严峰就把他讲出来 来不及放嘛 那你想想看他说 背乎 你要仔细听陈佩琪 他说我有看办公室 对 我也有看小宅 那我也有看大宅 那问题是 什么叫做我有看 我现在听懂了 董娘说有看就是已经买了嘛 不及时还要去看 他我就问啊 陈佩琪到底买了没嘛 为什么不敢讲 我已经问了一两个月了喔 柯文哲跟陈佩琪 问到现在喔 说为什么你们到底是不是只买这间 不敢说喔 我跟观众朋友解释这个到底意思在哪里 今天我买的房子对不对 不管你买豪宅办公室小宅 我只要用这个所谓的不动产 因为他的专营项目是不动产 信托进去之后 请问一下产权登记人是谁 就是许子瑜 或者是他妈妈杜碎玉 而管理人是谁 许子瑜 那请问现在许子瑜人跑哪里去了 预本 跑到日本去喔 所以我只要登进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叫做什么 我信托专务的受益人 我受益人写谁 我写制谣公司 我跟你讲你完全查不到 等于是说我这边的贪污所得 我借由这种方式全部转移到信托专务 然后最后钱可以汇到哪里去 制谣公司 全部都汇到制谣公司 而且这件事情只有两个人可以办到 一个叫做管理人许子瑜 另外一个就是公司的负责人叫做谁 柯富瑶 两个人现在都在日本去 你想想看保底哥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制谣为什么解散了 我都合理怀疑 会不会事情都已经处理完了 处理掉啊 已经过那么久了嘛 我都已经相关的资产转移 甚至金流我都已经处理完了 那北姐在干嘛的 那连政署在干嘛的 对你就问到一个重点了嘛 因为第一个郑明签他什么系统 连政署长系统 过去他担任连政署长 我要提拔当然是提拔你 第二个现在北姐的检察长是谁 王俊立 王俊立以前是什么 调查局长 有我白了呢 那时候郑文杉案件办不好 调查局一直被卡在外面 明明调查局用 不是 王俊立如果是调查局 就想说王俊立用调查局就刚刚好啦 你长官不给你用 长官不给用 不让他进来啊 就说调查局办事不利啊 把他排除在外还缴械 所以你证据全部给我们北姐 给我们连政署 你调查局去旁边 但是各位你仔细看喔 9月27号为什么我说那天至关中邀 我们到现在找到的 朱雅虎是不是关键的金流 李文中是不是关键金流 那请问在9月27号之前 李文中跟朱雅虎在干嘛 我进去了我又出来根本压不住 结果27号那时候谁进来 调查局进来 调查局进来的时候 就压了 马上把他压了 所以一路这样连环报之后 才报到橘子这边嘛 才报到柯富瑶这边嘛 所以才会有所谓的FIU 海外金流查虚拟货币嘛 所以我跟我讲 答案已经破坏了 因为理由很简单 收费的款项 借由李文中这个大宗 最后呢 跑到了信托商务 还有基金会呢 再一路的汇款 转账跑到他里去 自摇公司 所以只要这个金流一旦被爬出去 北显根本不用啰嗦 我把橘子 橘子现在有放话 说只要如果愿意 在海外 在海外接受调查 他就愿意了嘛 所以他就说我不想回去 拜托我不敢回去 但是你如果要海外来这边问我 去问我 我可以把东西交代给你吗 因为就会传说说 他们阿姑呢 他们阿姑要找他找不到 你如果说以前是什么 没有LINE的时代 没有这种 发这APP的时代 你说你到了海外 我找不到你 现在没有啊 不管你在天涯 还叫我只要打开 我们是随时联络的啊 剪掉都可以手机定位 直接定位你的APP 你看你的手机 那哪都知道嘛 所以这代表一件事情 为什么许子瑜跟所有 你看这个 大家要跳船上 因为现在已经 火烧高疗 濒临城下 他知道 如果再不把事情 交代清楚 恐怕自己都会倒大煤 好 瑞德 今天北极署去约了 戴宇文去约了 周宇秋 你说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 民众党 你只要跟木科有关系 你要跟纵旺金会有关系 你跟镜州有关系 会真的一个一个 把你叫来吗 然后像谢明珠这样的人 会一个接着一个吗 还有真的 刚刚像这个郁峰讲的 北极族真的那么恐怖吗 把你把北极族 把你叫来 不死也半条命了 所以呢 今天约了周宇秋等等啊 就是由第二局的 北部机动站来约嘛 那么今天也包括 另外约了这个 等于说 这个新北市的议员呢 那么这个 李婉玉呢 他的爸爸 这个林志郎先生啊 那么应该是跟政治先进有关系 但是呢 把他给约来了以后呢 那么直接问完以后 就让他离开 没有移送到这个台北地检署 去复训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呢 事实上呢 我觉得林志郎啊 他自己本身 他是云林人 所以他云林非常有名啊 他也是有钱人 我们常常在电视上讲的这个 包括景星大楼啊 这些大楼跟他都有关系 除此之外 他还曾经是一个 现在在台北市的信义路跟阿和路口一个 非常大的百亿大都庚的相关最大地主 然后呢 他这个百亿大都庚呢 刚好跟金华城不一样 他本来跟这个 和 跟他一起合作的建设公司呢 本来预计会从台北市政府拿到40%的龙基率 被砍办 在柯文的当事长 只拿到了20% 为了这个还 这个等说 去告过相关的人等啊 所以呢 他应该是跟政治献金的案子有关系 那块地多么样重要 他就在信义路跟阿和路口 那是台北市一个市楼上最大的毒瘤 如果你真的要去改善台北市的市楼 这个案子 一定要让他重新都根 让他改建 这个对整个大安区来讲 聚关重要 可是柯文在这卡这个案子 事实上呢 这个case呢 那么放到那么久 就有名的芝麻酒店啊 然后卡那么久以后 现在一瓶的土地都超过200万以上了 越放越值钱等等啊 那么事实上呢 我相信应该是跟这个相关的政治献金有关系了 那么为什么 所以呢 只把他在林政署问一问以后 就让他先回去了 保洁我在这里预告 今天不是传了民众党的秘书长周宇修 这么多的证人来吗 下礼拜有一位 跟进华城安有关系 然后呢 是今天传的十个证人里面 加起来都没有他大的 下礼拜约谈 那就黄三三而已啊 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他已经拿到了船票 他船票拿到了 所以船票呢 终于传到他了 船票拿到了 所以我才敢这样讲 不是我什么幻想文 还是科幻小说编剧 不不不 因为他已经拿到船票 请下个礼拜大家看 是哪一个 我说了大尾 然后呢 会被传嘛 那跟什么案子有关系 跟金华城安有关系 跟谁也有点关系 跟朱雅虎也有关系 那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目前是以证人的身份 所以呢 传来以后 会问出什么 会讲出什么呢 我不知道 不过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在讲橘子嘛 那么目前有一个2.3 跟2.3 跟一个3.1的 相关两个奇怪的数字 在外面流通嘛 跟橘子有点关系 那么黄国昌怎么说橘子了 黄国昌说橘子就是一个单纯的人嘛 他当年也是这样说虚用名的 然后呢 另外这个民众党的议员怎么说 他是去游学 游学会找不到 明天礼拜六麻烦一下好不好 游学的话麻烦买张机票 直接回台湾坐飞机两个半小时 最快就到了 因为他在大阪 为什么不回来呢 他在大阪 他的大阪 他不在东京 他在大阪啊 那为什么不回来呢 你说如果不回来 害怕什么 那也可以 我告诉各位 我们的检察官可以直接派到海外批办案 有没有派过 有 尹清风命案的时候 负责主办的那个检察官叫柯士斌 就跟那时候的刑事警察局的局长 杨子静直接到新加坡 见了尹清风命案 重要关系人徒太太就在新加坡 所以呢能不能到海外去 可以啊 但问题没那么复杂嘛 既然 既然黄国昌说他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嘛 既然 那么民众党的台北市议员林真宇说 他只是去游学 既然那么单纯 那回来一下会怎样 你不过是做证人嘛等等嘛 那你们家族又那么有钱 杜崇明多有钱啊 那么所以呢 事实上就回来一下会怎样呢 那么昨天就在西门町 柯文哲的太太 恒贝奇不是讲了一句话说 台湾如果有司法正义的话呢 就把先生还给我 哇 所以台湾有司法正义的话 那我问你 如果今天换一个人 朱雅虎的老婆说 把先生还给我 然后彭正生的老婆说 把先生还给我 然后这些所有的人 李文中所有的人的老婆都说 司法有正义的话 把先生还给我 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咱里在台湾民众洞 所以台湾司法就有荒免权吗 王子有办法与庶民同罪 只要犯罪 谁都没有办法逃过一劫 好 刚刚吴董辰讲过 11月5号是一个关键日子 那个是一个赖赏跟柯赏 两个人对决的终极时间 可是你说 当北极署进来之后 你说 柯文哲没机会啊 柯文哲没可能出来啊 把这个我就举一个 可能不是很恰当的历史 但是这是事实 之前陈水扁前总统 他卸任之后 对 他有十个案子 你知道他从被调查到 最后确定去服刑中间 被羁押过程 然后一直去办他手上的十个案子 你知道中间被压了多久吗 压多久 两年的时间 他没有出来过 两年 那你继续压啊 因为你不是只有一案耶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事情串起来 观众朋友都懂了 所以你说阿伯 跟这个所谓的以前的陈水扁 是一样的 你去 就没法再出来了 因为台湾民众党支持者都在算 他们拿手机在那边 手表踢踢踢踢 11月5号把人给我放出来 昨天陈沛姐还呛下 把现在还给我 所以他们在算嘛 我不知道是谁跟他们讲的啦 说两个月到了一定要放人 这是错误的解读嘛 两个月到了以后 还可以再两个月啊 可是宝洁哥 这是金华城这个案子 两个月到了以后 还可以再两个月 但对不起 那政治献金案呢 那是另外一个案子 对那是另外一个案子 所以现在目前 政治献金案开始动了嘛 然后呢 这个谢明珠讲说 对不对 我第一个 我既没有管钱 我也没有领钱 所以今天马上他讲说 我不干了 我不干了 对不对 我根本跟这个状况 今天无关啊 或者去挂董事而已 代表什么 代表那个案子在动了 所以没有管钱的人 大家都走在币 赶快跟我无关 所以说谢明珠只是第一个 会有第二个 会有第三个 还有我们这里面 你对阿伯最熟悉 真的阿伯 真的像吴董所说的 他在牢里面 还想跟民进党 还想跟赖赏对抗吗 如果啦 如果这是 他确实有 第一个 他说他坦荡嘛 所以他说 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那他必须面对的是徒利 到现在为止 我刚刚讲了 两大的错误 第一个就以为 两个月到了 一定要放出来 没有这回事 第二个 就是以为进化成案 只要没有查到镜头 就没事 还是五年以上 我讲过李树德 我就不追溯德 第三个 北极战现在开始动 代表说政治献金要动了 那如果一旦动了以后 你整个约一约 我约你的秘书长 我约相关的董事 谢明珠 那我要不要最后约到 整个民众党里面 管政治献金的 最妥的人是谁 李文中 黄珊三 没有啦 李文中和黄珊三 上面还有柯文哲 柯文哲 对 李文中和黄珊三 确实是很大 但最重要的人 管众望基金会 管木可 管整个政治献金 总部的人是谁 其实还是候选人 就是柯文哲 那到时候柯文哲 人在哪里 真好还在捕着看守所 他就会继续在那边 接受调查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动作我来看 那黄珊三会不会约谈吗 今天周一兄都被约谈了 照理讲一定要约 会约吗 不是 政治献金怎么可以不约 我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我没有那么懂 你是 竞权总部的总干事 你竞权总部里面的资金 出问题了 你爆章有问题 他说他都不知道 不知道也要来问一下 不知道也要来问一下 之前黄伟哲 那个他的局长出问题 对不对 他也要去讲说 我跟他无关 我是市长我不了解 一定要问一下 我是不太懂 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案子都没有问到 这个黄珊珊副市长 因为金瓦城案 你看洪震生也被问 黄奇华也被问 因为副市长嘛 那当时黄珊珊不是副市长吗 是副市长 对啊 而且三场便当会都吃了 对 便当会他也在 然后陈勤信也有发给他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但没关系 这个是减年要办的 但回过头来 检调办的是政治献金案 你身为据人总部的总干事 我是没有觉得 没有任何可能不约他 不是说他一定有事 但一定要被约 但是最后 如果约这个案子 又发现说 可能也有地方是违法的话 那么柯文哲被压的时间 就会继续延长 法杰科 那后面还有别的案子 对不对 北市科 一个一个来 对 然后呢 南港BOT 所以就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我就跟大家讲说 柯文哲要面对很漫长的 这个司法的攻防 所以如果民众长跟他 不做适当的切割以后 民众长没有第二条新闻 就是每隔两个礼拜 跑去街头说 我要自杀阿伯 那民众党的独体性 跟独特性 就无法被凸显出来 现在很奇怪的是 现在审计金 在医院里面 没有东京 现在柯文哲的电视 我不要应讯 后来真的不应讯了 然后呢 都没有他的消息 跟你说没有 这是风雨前的一个宁静 现在柯文在干嘛 他在跟 赖赏 也就是我们的赖兴德总统 两个人在对赌 对赌他11月5号 能不能出来 而且昨天我们就看到 在西门站 民众党不是搞了 一个群众集会吗 你说那个群众集会 是柯文哲指挥的 他本来他要办 50场的什么 司法不公的 什么开讲会 结果其实上个礼拜 已经结束了 他们有一个大大小小 包括在什么客厅会 搞五个人 他也算一场了 反正全国 已经50场结束了 这个西门町这场 是新的第一场 是一个新的开心 这跟50场没有关系了 他后面还有 这逐渐还要升高 他还要升高 还要自己去拉高 那这个拉高的命令 是从来传出来的 当然从北检 柯文哲亲自下的命令 他透过这个 律舰的律师传话 给这个周渔秋这些高层 你收押记件还可以下命令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行 收押记件下命令 还有人再重新再被 为了下命令 再重新再判刑的还有 对不对 这个没有 他是柯文哲 柯文哲能够活命的 唯一的机会 就是抓到民众党 当然柯文哲跟民众党的关系 越近民众党越惨 可是柯文哲有机会会翻盘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牢牢地 抓住民众党 然后用民众党的力量来保护他 用司法不公的理由 取得所谓的正当性 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 所以这一波 你看他 我为什么敢 这是我的理解 但是你看另外一面 北检跟这个 北检 北检今天的动作 是不是做得很大 很大 他就回应你嘛 北检的电话是监听的 你跟律师律舰讲什么 我通通知道 对 你跟律师常话 传个 通通能够解读 所以你在那边跟我搞群众运动 我就跟你扩大 我都扩大 跟半招加强收押嘛 所以两边在斗法 你看不出来吗 所以北 还有另外一招 你说他搞了一些什么 什么李婉玉的爸爸啦 还有搞了一些台北市的一些建商民流 你看他怎么搞法 他分 他一批人可以一天约完 对不对 对 他跟你 这个 现在北检怎么约法 一天三个 后天两个 再后天五个 他一直跟你这样搞啊 对 再跟你搞一个月 每天跟你搞 每天都有新闻 然后大家都开始想象空间 那至于林治郎先生的这些东西 还早得很 后面还不会办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吧 所以检联 检调 或是这个联政署 三个单位都在开始在拉高对峙 修理柯文哲 柯文哲也在拉高站立 用他的名 用他的群众运动 用他的这些什么 他的这些这个 这个立委啊 还有馆长啊 统统一起在搞对抗嘛 那对抗的目的 我刚刚讲的 是双方都在搞对抗 那对抗的目的 当然是想要脱罪 可是这个可能性大不大 我认为柯文哲选了这条路以后 很难 很难再返回了嘛 就low return 这情况会变怎么样 就会回到刚刚 就是伟汉讲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那时候 沉水扁的概念 出不来了 你叫出不来了 因为你一个出不来的人 外面的情况就会跟其他 就会辞职的董事一样 树倒狐身上跑光光 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今天我们看到北极组 动起来了北极组仙态 约谈所有跟众望接近会有关 跟靳总有关的人 开始一个一个约谈 而约谈今天去约谈了周宇修 今天约谈了戴宇文 很多人说 现在柯文哲最害怕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他认为最惨的事情 现在刚刚要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 柯文哲之前不是讲过说 他说现在的司法跟媒体 都是政治工具 竞选总部跟木可的账簿 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他一开始有讲说 我们怎么会去告会计师呢 把告会计师 才让整个事情不可收拾 可是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就是我们之前想到 大家进行大搜索的时候 搬那个一箱一箱搬的是谁 是调查局搬的 有办法解读这些账册的 也都是调查局 所以把这个账册搬走了以后 把这个账册解读之后 调查局是最了解 里面的来龙去卖 也最有能力 来查出这个东西的水落石出 就没有想到 调查局真的已经进来了 而且已经开始侦办了 今天也开始约谈人了 如果真的开始约谈人了 我们知道从下礼拜开始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约谈 而这个大规模的约谈 开始之后 整个柯文哲的案子 会有一个新的进展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姚卫生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慧珍 你好 大家好 好 雨萱 刚才讲的是 柯文哲之前 曾经跟他讲一个清楚 这个清楚当然是怎么讲的 他说 整个中央党部 缺少可以指挥大局的军师 还有大将 出事以后就是李文中的问题 但这个人是我任命的 我要自己负责 才不错 他讲说 整个事情是从告了会计师 让整个事情变得无可收拾 但这个只是政治危机 也就算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这句话 他说 进贤总部跟募可账簿 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那调查局今天出来了 调查局今天查的就是政治现金 调查局现在查的就这些 账簿 最惨的开始了吗 宝大哥 柯文哲的脸上一抹神秘的微笑 消失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调查局正式进入之后 柯文哲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真的假的 因为原本检验在那边 胡瞎讲卧瞎讲卧瞎讲卧 他说 土力反正我也没有差 对不对 拜托你土力办不了我 他早就已经预告 他最害怕的是什么嘛 募可 还有靖总 他说我跟你讲 后面最惨的还没开始 结果柯文哲 现在更惨的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牧可 不只是靖总 连什么都进来 新故乡 众望 连你的信托商户 连你的信托 全部都跑出来了 所以宝刘哥 现在柯文哲 他遇到什么大状况 被检调 应该说调查局 已经逼上了绝路 对 我刚才讲的 现在的照顾都在调查局手上 可是之前 为什么阿伯可以老神在在 因为刚时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检调单位 似乎有那种内斗的气氛 这个内斗气氛 就是我要把你调查局 撇在外面 我要把你调查局 撇在外面 我要让这个连政署 建立不适其功 搞了半天 这个攻击不起来 搞了半天 账目看不懂 最后 还是要调查局进来 可是这个调查局进来之后 阿伯就完了 因为对柯文哲 他一直有一个关键的密码 什么意思 只要金流你查不到 那你休想要办我 今天图例之外 办柯文哲能看吗 如果只有找到200万 能看吗 当然不行 所以他只要想说 我只要找不到金流 我就可以干嘛 跟你用政治对抗 跟你干嘛 结果没想到调查局 原本是被排除在外 因为我们的法务部长 叫做郑明谦 郑明谦以前叫做廉政署长 所以他当然是给自己人先办再说 对不对 反正我们讲不识其功 这个是好康的 办到之后 每个都基权生前 结果没有想到 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吗 当然嘛 因为那时候 他们是跟调查局要 说你们有的资料 全部缴械 缴过来 对 那调查局心里想说我干嘛 要给你热腾腾的熟菜 我丢一堆生肉给你嘛 所以乱七八糟的资料汇过去之后 光爬梳 看不清楚 讲不明白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请问一下猪亚虎有没有被廉政署 跟我们讲的北柬调过 调过啊 不止一次耶 猪亚虎也不止一次耶 那你要怎么跟社会大众解释说 原本叫你来的时候呢 就放你走拍拍屁股回家 结果呢 直到调查局进来之后 直接给你积压 因为你在很久的时候就讲说 你今天整个检调系统 你不可以私心自用 你不可以等于说有门户之间 你不可以说只要复制自己人 你当时就讲说 整个调查局也要进来 就你当时哭哭哭 我还听不懂 现在我就懂了 因为连政署的确 你对公务系统很了解 它包括每个各位你要知道 各地县制政府都有什么 阵风处 阵风处上面的长官是谁 就连政署一条边 但不好意思 这个是仅限于 土地层次公务层次 你可以处理得了 但当今天进入到 所谓的虚拟货币 进入到所谓的国际金流 进入到所谓的账户 进入到所谓的什么 信托专务的时候 你连政署有经验吗 当然没有但没关系 因为调查局来了 各位啊 调查局一进来之后 包括我们讲的众望基金位 包括我们讲的木可公司 竞权总务 他所有的金流专务 全部都爬梳了清清楚之后 开始了一个一个调你来 你周渝休 清楚我也叫你来 民众长代余文 我也叫你来 叫这两个来的目的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到底有没有所谓 虚报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所谓的两套薪资 然后最后呢 把钱放到私人的口袋 所以当他今天包括林智良 包括吴梅寿 他在要干嘛 把所有USB名单上 跟柯文哲有关的政治现金 我一笔一笔爬书 一笔一笔揭露 我要让你整个人身败名裂 让大家看看 你就是现代的和声 因为我们要讲 这里面最了解柯文哲 当然就是吴董 吴董曾经讲过 他等于说他不会说谎的 只是你听不懂 你不懂得他的话中之意 可是你现在有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你回过头来 去看柯文哲的讲话 都非常精准 他不然不是讲说 整个政治现金案 搞得鸡飞狗跳 那个政治现金案里面 就告了会计师 那个政治现金案的时候 每天搞禁止会 结果越搞越糟 他当中讲说 他说这个只是什么 这只是手忙脚乱 很乱 只是手忙脚乱 只是显介之急 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是 调查局手上的仗册了 对 他的意思说 你不要只看总统专务 他说总统专务 对我们整个案件来讲 算小条的 为什么 那了不起打死总统 都干嘛 就洗钱嘛 对不对 但其实上 贪污所得跟收贵 跟有一些猫腻跟弊端 会跑到哪里去 就是跑到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因为木可公司 事实上它是什么 私人公司 所以它是可以进私人口袋了嘛 所以当然你看 今天调查局锁定的项目 非常清楚 我直接解释给各位听 他说我现在找的是基金会认识的员工 比如说戴宇文 之前就是被我们慧珍姐搞惨的 他现在真的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那时候亲口对媒体讲说 没有 我跟各位讲 我只有领一份薪水 我从来没有重复领过 那保洁哥这时候问题来 如果调查局查到众望基金会 的确你有申报薪水 但与此同时 戴宇文在竞选总务 他也有领薪水 在民众党也有领薪水 但是这些薪水 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去哪了 那就叫什么 那你就诈领 那你就会出问题了嘛 所以会不会 民众党都用众望基金会 这个地方出了一堆钱 但是在竞选总部 或者是在民众党党部 甚至其他地方 报假账 所以这变成是检查的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整个北检 为什么说我们要查的是 竞选总部木可公司 跟他的金流 那代表一件事情 这三者难道是没有关联性的吗 是有关联的 对嘛 所以我今天比如说 我从竞选总部 我报了账 我出了账 到你众望基金会 但这个当中 全部都是李文中一个人 坐在位置上 我左手换右手 我这边说我给你三千万 我这边说我收一千万 你哪知道 中间就会有捞空门 甚至做假发票 这是掏空的疑虑嘛 所以最至关重要是谁 当然就会落在李文中身上 如果现在都回过头来 马克玩者的话 仔细爬速之后 你看看 这时候 这个就很重要了 一箱一箱搬出来 都是掉机搬的 而且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他们有能力解读 当然没有错宝丁哥你看到一箱一箱一箱的文件跟资料 坦白讲可能都是上册 都是树木 都是金流 都是素质 那可以解读谁 当然调查局 为什么这样讲 你仔细看 他当时他就已经怀里所谓的李文中跟端木正 跟李文圈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掌握到说 这些人就是柯文哲金流命脉的关键 我调查局部落说冲得到 我就是查金流嘛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调查局被缴卸啊 所以相关的这时候相关的资料 这个被缴卸 他缴卸他没有办法查嘛 就是我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查的全责不在我 所以他只好一股脑丢给连政署 那连政署看到六箱放在地上 想说心里想说这什么东西 光是爬梳整理资料就看不懂了嘛 所以你看直到后来9月3号的时候 北极站又出手了 这个时候已经隔了半个月 结果他马上 欸 连政署之前有没有约过李文中 有 有欸 证人来又去 来又去 所以他说直接 我跟你讲 我把你给我被告 转为被告了 我就确认你是被告 而且200万交保 所以到后来 包括相关的赖对话记录出来说 发现一件事情 李文中不是重点 李文中只是什么 好啊 处理真正下指令的是谁 都是柯文哲啊 因为包括所谓的赖的进度 美理大汉的100万 甚至食品负责50万 欸这么小的金额欸 那人三级 柯文哲都说你给我吊在那边 你给我吊在那边 包括总统竞选专户 还有讲的两个基金会 以及所谓的募科公司 都是由柯文哲下指令嘛 所以到最后你仔细一看到现在 包括9月29号最后李文中 朱雅虎都被羁押金件 以及到整个小额捐款 都会被查出来 从头到尾贯穿石墨的 多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调查局 不是 你这也曾经讲过说 柯文哲这是天才 他发明了一件事情 他把整个竞选总部变成洗钱中心 他把很多的黑钱 脏钱不能用的钱 我就透过选举用过政治现金 我用大家的捐款 我把你慢慢洗白 洗成干净的 我就可以处理了 本来以为说这个钱 只把洗成钱 我把你找到的地方藏起来 可是今天 从橘子家的所谓的信托专户 他才在恶然发生一件事 不是 他可能不只是洗成钱 他有可能把他洗成房子 洗成佩奇最喜欢的样子 他只要把他存在信托公司 信托专户 谁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样 他有两端 一端就是进账 进账的部分 就是把黑钱 脏钱 经过进种以后 洗出来变成干净的钱 干净的钱是进种 这变成他募的款金额 他怎么办呢 他就用开销 用买发票 假发票的方式 转到他其他的各方面去 其中一个是募可公司 难怪他所有东西 都比人家贵十倍百倍 所以他有第二段就是消化 第一段就是说 第一段是进入 它是存入 然后洗干净 洗衣机洗干净 第二段是去化 他把那个钱去化掉 去化募可公司是一个方向 还有一个东西 他购买不动产也是个方向 那购买不动产的话 我曾经在台开当过负责人 这个叫做财产信托 财产信托 基本上我们在台湾的法令 就有个人信托就可以了 就不用透过金融机构 就是个人跟个人 所以他就找一个橘子 这个家里面非常有钱的人 然后自己名下 已经被信托了很多资产 所以橘子有可能 已经帮他 常立了很多柯文哲的不动产 那你外面看不出来 外面看不出来吗 简单一查就知道了 可是第一层看不到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查资产 查什么东西 查土地成本 先查成本 那这层成本是第二层的成本 因为你看到成本上面登记的是 某某是什么 信托转户 信托多少 不动产做到哪里 你看不懂 但你要把这个东西 要再往下追踪的话 要得到的举止的授权 亲自的签字授权 要信托专户的授权 才能够掉第二层的成本 那个成本是掉不到的 一般人掉不到的 所以就可以藏起来了 可以藏起来了 那检掉应该不需要授权 它应该可以看得到那个资讯 因为从金融的 从这个防大法令上面去看的话 我觉得调查局是有能力 看到第二层的东西的 所以他现在讲的是说 他最惨的这个问题 还没有开始出现 所以他到底藏多少钱 我们不知道 你知道吧 可是他现在要回避的就是 贪污资罪条例的收贿罪这部分 然后他图利的部分 要跟你对抗 所以他整个事件 他就把你整个引导 成一个政治的对抗 所以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 有两个关键 在他这边来讲的话 有两个关键人 外面有一个关键人 一个第一号人物是谁 就是沈庆金 第二号人物是许文中 李文中 第三号人物 李文中 第三号人物就是橘子 那橘子怎么会跑掉 我就觉得这个荒谬 他怎么会在应小微前一天跑掉 是谁叫橘子跑掉 没错 你昨天想 你昨天就猜测说应小微 如果橘子跟应小微同时跑掉 那就不是沈庆金利能通天 不是通知沈庆金 而是通知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先叫橘子跑掉 再通知沈庆金 沈庆金再去通知应小微 就慢一天了 不是不是 应小微跑掉的原因 跟柯文哲无关 因为这个沈庆金已经收到传票 9月5号开庭 所以沈庆金拿传票之后 就叫应小微跑了 但是这个因为有传票在手上 可是橘子这个不是 橘子这个事情来讲的话 应该是 一定是柯文哲叫他走 对 柯文哲叫他走 他办的是学生的一个签证 换言之长有点时间 他在日本停留的时间要长 他要有学校的证明 所以橘子要跑掉这个事情 已经花了一两个月的筹备了 有准备的 这不是随便的 所以我就回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 当时在法务部 或是在检调机关里面 有柯文哲的宪明 有柯 当然了一定有人 都什么时候还有柯文哲的宪明 就是有内场 内庭里面有人 就是检调 北一检调这边 有人透露情报给柯文哲 柯文哲在叫橘子跑掉 这个逻辑是这样来的 那今天橘子也谈了一个消息 他愿意接受远端的征讯 他不愿意回来征讯 所以换言之长 橘子主要是有东西的 对 那橘子知道 那橘子为什么不敢回来 为什么不敢回来 我跟你保证回来一定收押 你不看到高雄议员 你一跑 我跟你讲 回来一定收押 谈都不要谈 这个不是叫逃亡之语 有逃亡的事实 所以橘子一定收押 他不可能回来了 可是橘子人说我是无辜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没有用 来不及了 现在问题是有可能 可是因为橘子家世背景 他有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身份证 所以可能台湾通缉不了他 他有其他的东西 但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并不是 他并不是说橘子一个人 就可以一手遮天 关键还有李文中 还有沈庆金 所以他说还会有更惨的没有出现 因为这个爬出出来的东西 不见得橘子在 只是因为台湾的是 我们房地产以登记为准 登记为准的东西 我们的登记的资料是全世界 算是非常完整的国家 我们的土地跟建筑物的登记资料 登记得非常详实 一点都不会漏掉 所以柯文哲如果是透过信托的方式 或其他任何的方式 要来隐匿的话 困难度非常高 所以我觉得橘子不见得要回来 但他能够跑掉这个事情 逐渐到逐渐我们的北检 在初期办案的时候 有人透露消息给柯文哲 我都高度怀疑 那是谁 这个也无可考 也查不出来 但是柯文哲现在决定的方式 并没有改变 他跟你对抗到底 所以他透过他的律舰 他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然后再交代这个周宇修秘书长 做他的作战司令部 所以他到处再现一波 更大量的一个群众运动的抗争 抗争目的什么 11月5号 他要能够出来 他能够出来是最重要的 那他如果不能 可是他一出来的话 变得怎么样 那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办得不好的话 他就会选到2028了 他选到2028的话 我们赖赏可能在吗 要要头痛了 我觉得赖赏应该面临到 一个非常大的考验 好 所以回程 你现在在脸书里面有把 你是说调查记者 你说又把橘子成立的时间 又把橘子妈这个所谓的 跟这个信托的时间 又把这个自由公司的时间 全部做了一个比对 然后这个所有的比对 你刚才讲的 自由公司居然在 10月7号的时候已经解散了 而10月7号解散的时候 跟之前 刚好是北极组调查局进来了 代表要查金流了 然后橘子的身份暴露了 治疗公司就关门了 是 宝贤哥 我觉得我推公益信托修法10年 10年磨一剑 就是为了搞这一团 你知道吗 因为柯文哲 他几乎把我所有过去10年 所跑的所学的 用在这一次上 我跟你讲 我现在其实承接吴董讲的 他整个局 凑过选举 他在搞钱游戏 柯文哲的金钱游戏 他分三个阶段 那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假捐款征刑费 什么叫假捐款征刑费 审刑金不是一大堆 透过什么捐给哪里 捐给哪里 30万 什么一大堆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知道你哪些金流 至少众望的1500万 是不是有点可疑 对 那至少你们的一大堆 那个选举期间 210万 10万10万的 有没有 9999 然后有多少 有300多人 所以那个又3000多万 所以现在所谓的假捐款 真行贿这边 凑一凑已经好几千万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前面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是什么 假交易真掏空 什么意思 这些钱 沈金经营 透过捐款的方式 进入到禁总 但是你禁总要洗出来 所以禁总 透过跟募可公司 找交易的方式 把这些钱全部的灌灌灌 灌到了募可 所以募可后来不是又跟 柯文哲签了一些 莫名其妙的约 到用这个方式之后 募可的钱又到哪里去 又回流到柯文哲身上 所以这边又变成 假交易真掏空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三阶段 什么第三阶段 假信托 真洗钱 我为什么会觉得说 这整件事情 可能跟洗钱真的有关系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时间序 我们回到什么时间序呢 我们就是看2024年的5月10号 有没有看到 柯文哲签约 说什么买了4300万 然后买商办对不对 好我们光从时间序来讲 这个5月15号 是不是许子瑜的妈妈 他就说 他这个杜翠玉的受惠信托 是最后一次进行 他这个变更登记 隔一天5月16号 治疗公司就成立 那你说 那可能纯粹时间点 好那有趣的来了 那个严凤 他在8月 大概8月26号 替报这件整件事情 8月28号的时候 就是他们民众党自己一个中央委员 这个冯启燕 他接受采访 他说什么 没有啦 那个针对于那个买商办事情 柯文哲前一天把我们都叫回去 他说没那个 我后来可以信托啦 信托之后提供给民众党 无偿使用 宝杰哥 他这个说法很重要 他8月28号讲这句话 那代表什么意思 第一个 柯文哲知道什么叫信托 哦 不然谁莫名其妙 我先跟你讲信托 你会突然讲信托吗 你根本不知道信托是什么 一般人不会知道的 但是他在那个时间点讲 代表柯文哲清楚 什么叫做信托 第二件事情 把商办信托 就跟现在把他交给信托 也是一样的 第二件事情 如果今天不是林延峰提报 你说要把这个信托 然后无偿给民众党使用 请问一下 那你原本信托要给谁使用 从头到尾 柯文哲就是要用这个土地 买了之后要信托 信托 最重要是受益人是谁 受益人才是那个可以受益的 比如说每个商败 每个月的那个租金进来 受益人就可以有 享有这个租金收入 现在情况是因为被踢爆了 他才说 哦那个我可以信托 然后给民众党使用 其实我跟你讲 如果你从头到尾没有邪念 你就是要给民众党使用 你就买民众党的名字啊 他不是就民众党的党产吗 不是你真的要给民众党用 你就给民众党用啦 对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从头到尾打的盘算 是另外一个盘算 他知道信托 而且是被踢爆之后 他才说 哎呀可以提供给民众党使用 换句话说 如果没有被踢爆情况之下 那你要提供给谁使用啊 所以这就是有趣咯 那接下来到了 好那个橘子的 那个橘子被 10月8号被踢爆之后 被踢爆前一天 治疗公司竟然结束耶 那你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治疗公司 你从8月底说要结束到现在 9月你不结束 哪一天不结束 你为什么是在 10月7号 橘子名字被踢爆前一天 竟然结束 结束之后 后来大家不是吵很羞吗 后来发现 哎呀这个橘子姐身份不单纯啊 他竟然是杜聪明的后代啊 而且他是杜聪明 奖学金基金会的董事 没有想到我们节目一讲 10月11号杜聪明基金会 现在也查不到了 收起来了 全部都让你网路上查不到了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掐到了重点了 后面这个一大一大堆 都这跟这有相关 那现在一般人不是很搞懂 到底什么是信托 我跟你讲 大家可能讲说 那信托呢 跟公司有什么不一样 信托有非常大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信托隐秘性非常高 如果今天 他是成立一个投资公司 是不是要有资本额登记 对 那你透过资本额登记 你就知道这家公司的资产 有多少规模有多少嘛 那现在我们揣测 他可能放在这个杜翠 杜翠玉的这个信托里面 假设有的话 那你看得出来杜翠玉 看不出来 完全没有啊 信托的特色就是在于 你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资产有多少 外人查不到 而且真的像吴董讲的 我如果买了一个房子 我这个买了房子以后 我交给别人信托 交给别人信托 我在土地藤本上面 是看不到我的 我跟你讲 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 根据信托法的第十二条 信托资产 是不可以被强制执行 被强制扣押 换句话说 如果我姚慧这位有一块土地 我把它信托了 但是我外面欠了一亿元 我的债主说 我要查扣姚慧 不可以查扣 不能查扣 因为他是信托 在信托里面 所以这一招很高啊 那如果最后被检调查到了 那是账钱 我也不能处理吗 这个法律上 可能就是不法所得 这个部分 我是没遇过 我是不知道 但是如果有的人 用这种方式脱彩 这是脱彩的好办法 对 可是因为现在法律有说 就是说因为有的人 比如说我先给你借钱再签 我怕你要追我赞 我赶快才把我的信托去成立 把我名下真正的资产 拿去信托成立 他们可以从这先后顺序 来请求说 注销这个信托 这是你这个信托不合法存在的 所以这个可以注销 注销之后就可以查口 但是如果时间续上 没有这个问题的话 那其实就会形成 所以我去求这个 谢泽胜教授 他说成立这个信托 其实信托法要凶 因为信托法有很多的makeup 所以信托财产第12条 对信托的财产不得强制执行 基于信托前存在该财产的权利 因为处理信托所产生的权利 跟其他法律 另外规定不在此限 所以如果没有特殊的规定 你是不能随便动他的 对 而且后面的受益人 其实整个信托资产 真正谁能享受其益 就是看受益人是谁 但你查到受益人吗 查不到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一切只有在所谓的信托的文件资料上 所以如果检掉的话 要查的话 其实去国税局的相关资料去查 他这个就可以 但是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讲 你要土地信托对不对 其实不是 还有另外一种玩法 什么玩法呢 就是土地的名字还是柯文哲的 但是他在信托的文件上写清楚 我的受益人是谁谁谁 那就变成我这个商办的租金 是给受益人的 所以名字是我的 但是商办的租金是给受益人的 所以这是另外一种 还有一个 是我拿到租金 别人也不知道 我有房子租给别人 是 还有一个最厉害一件事情是 这个信托是可以接受外面的人捐款的 是可以接受别人把钱弄进来的 还可以接受捐款 我们讲中资 你也可以说买卖或收入 所以钱可以不断地进来 对 而且到底你有没有买卖东西 谁知道 所以这就代表着这个问题很大 所以回到一句信托法跟供应信托 尽速修法 好 刚讲的 今天北检出来了以后 就约谈了戴宇文 约谈了这个周宇修 新庆座下礼拜还有大坤的约谈 你说这个动作刚刚讲的 会让整个阿伯会承受非常的压力 他不用想出来了 因为大家都在关注金华城 忘记一开始办的本来就是政治现金 而且法学院你知道吗 是政治现金案总部开机者会 讲了半天讲不清楚 还有端木正有没有 这就是政治现金案 而且你说现在有一个骨牌倒掉了 就是他以前的办公室主任谢明珠 谢明珠今天已经用公开信 说他不干了 谢明珠是以前台北市长 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他挂这个中央基金会的 里面的董事 他说 我没有领任何钱 我也没有管钱 所以你现在 你问我 我跟你讲我什么都不知道以后 我就让杠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明显感觉到 里面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因为他既没有管钱 他也没有领钱 那里面的钱怎么运作 现在检材要查 北极站要查 他说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要躺这个浑水了 那他是办公室主任 他先前因为 大家可能对他不太熟悉 他还跟这个橘子搞得不愉快 办公室主任会跟实习生 就实习生还可以让办公室主任 没有办法押过他你就知道 听说他是被橘子逼走的 他根本不在 就虽然挂办公室主任 他根本没有那么核心 所以他根本说我都不知道啊 所以现在开始要查钱的事情 金花城不是查很多钱吗 那个是金花城案 现在是政治现金 所以是 就是看起来很乱 办公室 募科 基金会 还有这个 选举人账户 政治现金 对不对 收账捐款这些 通通是乱的 那既然是乱的 这又是另外一笔账 那你回过来看 谢明珠他都表示说 我要离开 他都表示他不知道 所以呢 就表示说在总部里面 连挂到之前办公室主任 而且挂董事人都不清楚 那谁会清楚 只有少数几个人清楚 那所以现在呢 检调开始来办这个事情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也要把当时看来 可能处罚的部分 好好的跟大家说 然后我们查到了什么 那你这样一路的顺藤摸瓜去查 你承办人要查 秘书长要查 你办公室里面的 竞选总部的总干事 跟候选人也一定要查 那因为柯文哲 他现在目前在图层看守所 大家都会想说 反正大家在等时间 你只要两个月到了以后 很多支持者都希望他能够出来 陈贝杰还讲说 你还我老公 陈贝杰还说 你还我才有司法正义 那当然是 那是当事人家属的心情 可是在东方美国的司法 不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好几个案子 如果要查的话 老杰哥 他就会很麻烦 因为当时阿扁 也因为在卸任之后 有十个案子 他光是被查 这个案子那个案子 他就连续压了两年 所以我不是说 柯文哲压那么久了 观众朋友 我没有说柯文哲压那么久 但因为他现在目前看起来 案子可能有四到五个嘛 现在只是第一个金华城 他就已经被压了 后面阵阵线现在开始动了 因为他表示说 这个事情没有迁捷 他开始再继续 再往这个不迁捷 而且可能要征办的方向走的话 那大家问柯文哲 那未来问柯文哲的时候 他延压 以及他其他案 再压的可能性就提高 对这个 他不会出来啊 我不说他绝对不会出来 这是他不可能这么早出来 你以为两个月到了 以后就回家了 直接就 他不可能 敲敲他们说 回家了 立王 大家都回家了 没有这回事 因为光是金华城案 本来两个月到就可以延压 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 这个没有什么 故意要去刺激哪个族群 就是 我看到有人一直在跟 这个柯文哲志的讲说 反正两个月到了 就一定可以回家 这个讯息跟论述不对嘛 那你这样会让民众 有错误的理解 那到时候如果没有的时候 又要司法迫害 又要怎么样 你去看其他 我现在讲的嘛 其他中华民国的 这种司法案件 只要是比较受瞩目的 两个月后再加两个月 其实很常见的 再来 如果不止一个案子 有两个案子 那么比这个时间更长的 也就所带多有 好 瑞德 刚才讲的 现在办这个柯文哲志 就像一个hypo龙 赶快 一波接着一波 一个浪接着一个浪 你说 下个礼拜 大浪要来了 对 没错 那么我们今天都在讲 有关于调查局 北部机动站 跟这个廉政署的关系嘛 为什么呢 就有点像是当年 蒋介石有代理的军统之握 又在国民党里面 设个总统一样 让两个人彼此竞争 然后呢 这是一种恐怖平衡嘛 所以呢 廉政署的成立也是这样 廉政署的成立 就是把过去的郑峰 郑峰因为当时啊 那么当时的这个调查局长呢 那么郑峰 他要被这个消权 所以他在郑峰里面 搞了一个人儿 什么叫人儿 就是我派一个人 在你的办公室里面 把你所有的 相关的资料呢 全部弄成AB档案 你以后要升官 要干什么 要升官 还会出事呢 都根据我的AB档案 那叫人儿 然后后来为了要 因为调查局 后来变成这个情治单位 独大嘛 为了抵制他 跟他互相的竞争 才成立这个廉政署啊 那么刚刚宝杰问过 刚刚法务部调查局的 这个北部机动站 宝杰你知道北部机动站的 丰功伟业有多少吗 对啊 他以前叫北基组 现在叫做北基站 以前叫北基组 北基组的办过的重大案件 办过谁 那么有关于当年阿扁的女婿 就被他办过 阿扁的女婿就是被他办过 可是在这个案子之前 传出了一个消息 整个调查局被缴械 也就是怀疑 调查局有些个资料外线 所以当时我们都讲检调检调 在这个案子都叫检联 是北检直接指挥联政署 本来要把调查局挤到边边 可是挤不掉 告诉各位就是我们现在俗称的调查局 它分两个系统 什么系统呢 今天传了一大堆人叫北部机动站 以前叫北基组还有中基组 南基组等等 但是他每个县市都有 台北市调查处是调查局全国最大 然后通常他的调查处的处长就是 准备要当调查局的局长 但是各县市都有 但是各县市的调查站 通常那么办重大案件的检察官都会跳过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就跟各县市的警察局一样 他必须要跟当地这县市的政商名流 尤其是政治人物地方拍戏 甚至于包括这些所谓的黑道的地方文人 都一定要掌握他们的线索 所以有时候过往从密 荣誉泄密 还记不记得台湾曾经有一个很有名 当过县长当过立委的 要去查他 结果呢都还没有按他一楼的电铃 已经从二楼跑掉了 还记不记得到今天都没抓到 人在中国 人在中国到今天都没有抓到 然后警戒而来 还有包括要抓一些什么案子的时候 哎哟奇怪 他们怎么都知道事先都跑了 其中最有名的一个是 还在家里等说 你们现在才来啊 这个真的是常常发生的 所以各县市的调查站呢 通常都会被排除掉 都故意去调其他的单位 其他单位各县市的 另外其他县市的调查站 或是北部机动站 像北基组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好打进去 不好打进去了以后呢 他们办 最近办了谁 你说北基组不太一样 高宏安就被他办了 还记不记得高宏安 也是被他办的 那警戒而来 那包括当时 王佑甄的力霸集团跟中华银行的掏空案 也是能不能激动 北基组呢 一口气30个胖 胖的同时间一起抓 所以北基组他跟现在叫北基站 他因为自己是独立办案 所以有些简单官就很喜欢用这个北基站的人 那联政署里面呢 也有这个等于说调局出身的 但是他们是属于一个比较竞争的角色就对了 那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了 下个礼拜马上大规模 现在已经有很多人接到船票了 有人接到船票了 大规模 没有正当理由 你非来不可 所以下个礼拜会有大规模的办 请问一下 我们都讲到 这边他们现在 这些民众党的干部 骂人家在讲他们的案情的人 都说是这个等于说 科幻小说编剧嘛 他们自己讲的话 却把自己搞得很 完全不像个地球人 而像个火星人外星人 为什么 他们一直在讲阿伯会回来 你知道这个案子呢 如果要起诉的话 必须要什么时候起诉 如果真的不延压的话 不是阿伯的9月5号被收押 不是 而是应小微跟沈庆经的 那时候8月底被收押 所以他必须只剩10几天 就必须要起诉 你没有发现 到现在还在办这个 办那个扩大 办办办一大堆吗 所以事实上我问你 我要是台北地点署的话 我干嘛急着让你柯文哲回家 柯文哲回家 让他交保出去 因为我起诉了以后 地方法院的法官未必会 一定接押 他就把他给压下来 可能让他交保 弄个2000万两亿个人 让他回去 我问你嘛 柯文哲一走出这个 等于说台北地点法院的 这个相关的接押停了以后呢 他会做什么 他就会跟双黄一样 黄珊珊跟黄国昌一样 噼里啪啦开始骂民进党 用赖清德 用政治破坏 用什么 攻击大堆 然后台北地点署 然后骂一大堆 我干嘛让你回去啊 我不如把所有的案子 查得清清楚楚 水落石出 你没有发现 越查越多 越查越多等等嘛 我今天听说 我还有第六个案子会出来 所以他查了那么多 查了那么多嘛 当他查那么多出来的时候 你认为阿能无胖吗 我告诉你啦 因为很简单 因为柯文哲自私自己太过聪明 智商义务企业 所以他自以为自己聪明 自己在小孩子在玩大车 他完全根据我对他的了解 他虽然当了这个三十几年的医生 跟台北市长 但是一对社会书完全空白 而完全空白 却自以为是终于玩出大楼子出来了 现在不但是柯文哲 看起来这个所有的案子 全部齐发 全部齐发以后 柯文哲是一个案子 接着一个案子 大家就想到 陈志扁当年的状况 你一下子压了两年 你根本不可能出来 你不能出来 那只有柯文哲 个人没有 你说可怕的是 整个民众党全部要卷进来了 因为刚才你现在查木克 你现在查众望 你现在查新互相智库 等于说你现在 整个民众党跟有关的 全部都会卷进来 就像现在讲的下礼拜 现在你想象到了 民众党这些重要干部 每个都要被约谈 那是一个多可怕的场面 还有现在USB出来了以后 这些大老板一个进来 一个大老板被约谈了以后 谁还敢跟你民众党交往 没错 事实上现在对民众党来说的话 可能是灭党之机 为什么 灭党 当然啊 你看柯文哲现在被关 那你看 为什么今天开始查 你看所有涉及到金流的 所有的人都要差一遍 它里面来说 很多人可能都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罪名都有可能啊 所以现在开始在约谈这些人 所以那未来的这个民众党 搞不好有多少个人 有可能会有官司之灾 我们不知道 所以民众党现在当然是压力非常大 另外第二个你看 你说现在搞不好民众党 你现在看到这些台面人物 一个都跑不了 你看今天终于修了脸色 是不是很难看 很难看 大家都是一样 好除了这个之外 下个礼拜如果大规模的约谈的时候 你看那些人会怎么办 好那除了这样之外 这个USB里面来说 你们这几天不是约谈了非常多 大老板吗 我觉得就很奇怪 你要约谈这些大老板 你可以一次都来啊 但是问题是他一天一个 为什么要故意一天一个呢 让大家知道 谁跟柯文哲非常好嘛 你一天一个来 一个来 那你看我们在讨论 前几天我们要讨论陈英柱啊 他那天来啊 今天又讨论林志郎啊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来啊 所以那故意一天一个一个 让大家讨论到 他为什么会跟柯文哲有关 现在他就是把USB里面的名单 他都给你叫一轮来 不是而且这个林志郎 居然是李婉玉的爸爸 对 然后我听吴董长才知道 他这么有钱 他是大线商 很有钱 对他们是非常有钱的 他们搞了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芝麻酒店 以前的芝麻酒店嘛 在这个安和路跟信义路中间 他们之前在搞都庚 一直搞不起来那个芝麻酒店 这个位置多好 那都庚一直摊不下来啊 当然他们里面股东有一些纠纷啊 当然市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啊 那那自然他这几年就搞了非常多都庚 除了这个芝麻酒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个你看 我也要840人容积率 然后我也有这个智慧公都庚 然后在创意新移居 他也搞出这个锦兴大楼啊 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是这个 蒙伟大楼 对 压西 带西买肉厂 那个锦兴大楼 他现在也在搞都庚啊 也是他在搞都庚啊 也是林志郎的 对也是在搞都庚啊 所以为什么要传他来 我其实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柯文哲跟非常多建商都非常好 你可以讲接下来 我觉得接下来会有非常多建商 会被一个一个叫去约谈 而且传说你现在不是柯文哲 对 接下来还有黄塞山 对那为什么要找直接建商去 我觉得USB里面 当然有非常多记载在这里面 可能这个林志郎 他可能也是被写在这里面的名字 那写在这里面的名字 我叫你来的时候 那你用什么方法捐给他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 如果是正常的政治现金OK 但如果是不正常的 好OK 我已经知道是你 那我就把那些都把它删掉 我觉得现在简单在做一个 叫做删去法 你有捐过来的 我都一个一个把它删掉 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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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检掉查也很简单 我只要把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最后把所有的可疑账户 圈出来就好 因为我只要把那些都已经捐过 删去法 对删去法 我只要把那些都删掉删掉删掉之后 删掉自然就会塞出一堆 可能就是很可疑的这个账户之后 我再从那个很可疑的账户里面 再去往里面查 那当然就可以查得到啊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等于是把所有 我现在能够找到的所有金流 都把它勾计一遍 把那些不太应该没有问题的 或是已经捐了 知道是谁来的 去把它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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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会出现一些账户失聪 而且事实讲说 你如果今天看到了猛鬼公园 你今天看到那个芝麻大厦 你会觉得非常可恶 台北市我要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需要有产业 柯文哲一点产业都没有 第二个台北市要有发展 你要处理交通的问题 柯文哲对交通问题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如果说今天你要发展台北市 你要有一个愿景 柯文哲一点愿景都没有 那你要除弊吧 除弊就是你要把一些 妨碍失容的 像这个猛鬼公寓 像我以前在大安区 我在通话街长大的 通话街长大的小孩子 都对这个 这一户非常清楚 那是台北市一个非常大的毒瘤 结果搞了半天 你完全没帮忙 你还把国砍掉 如果你今天有对待 这个所谓的金华城一半的态度 这个多重要啊 对保洁那事实上这个容积率 才多了百分之四十啊 那你看是加百分之四十 不是成哦 所以你知道这样 所以你看这个 景星大楼这次就出来讲 他说你只要给我八百四的容积率的话 这个景星大楼马上就可以都更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愿意都更啊 你为什么都更很难谈 就是因为你都一瓶换一瓶 那你多加一点点 那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 但是如果你是八百四容积率 不好意思 你是一瓶加了三四瓶 大家马上都更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就这样 他对他有利的 金华城没有关系 我给你八百四 就跟他说 那个是为了怎么四容的发展 我跟他讲 保洁你说的没有错 这个景星大楼 跟那个芝麻酒店 其实那两个才是真正的 台北市发展的毒瘤 不是很多毒瘤 区域都是因为这样没办法发展 广州万华有多少的房子 你有多少的东西 怎么可以干这种烂事呢 如果你去推动这些 你政府给他高一点的容积率 下去的话 一定很快就可以解决嘛 可是险阱他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 如果你真的是安部就班 你觉得要这个公共利益为先 我也没有意见 可是你他不一定没公平嘛 怎么可能对有人给这么好的福利 那真的该解决的 你一点都不解决 不是这么烂 对 所以险阱你知道 你要烂 对 所以我觉得现在林志朗可能是这样 在名单里面 他有捐钱给柯文哲 但他捐的是正常金额 所以你要这些都跟 不好意思 我不会跟你让你过关的 你这个圈给我只有这样 你跟小沈的1500就差很多了 你跟小沈给我那么多就差很多嘛 所以你警星大佬要读工不用收 你资本酒店要我帮忙不用收 因为你只是给我一般的行情而已 你只是给我政治现金 正常的行情的时候 如果你给我不一样的 或许就会不一样 更夸张的是你说庆程街那个 庆程街那个多少餐 你还有多少毒瘤啊 所以我就想 他这几年的时间点 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 我都会去这个行天工图书馆 那个庆程街是一个多棒的地方 那里面有多好的餐馆 是 你把这个地方也跟我搞烂了 对 所以我就讲嘛 他这几年来说 你搞烂台北多少地方啊 对 除了都庚推得非常缓慢之外 另外包括说像很多金华城啊 雨果市场 什么他都没有做好 所以才说嘛 现在你的政商民流的关系 开始出来了 会让大家知道什么 你过去几年要都庚 其实很多建商 为什么跟他交好的原因 也是为了都庚嘛 大家都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帮忙嘛 所以我捐给你一点钱是OK的 但是现在证明了 你是乖乖捐钱的 你在合乎法令的规则里面 不好意思 柯文哲是绝对不会帮你忙 因为那是你给我的钱 我觉得那是你应该的 但是你如果像省庆这种 你有特别挂号的 你有特别的sabi 我就给你特别的sabi 又有三场便当会 又会直接交办 又给你特殊的福利 任何不听我的话的人 我还把你赶走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几天 这样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说 这个柯文哲对待政商人物来说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好 玉宝 将将我都火气大了 刚刚讲的 这个林志郎原来在资马酒店 或者这个猛鬼大陆 我其实我刚刚不认识 我也不觉得 可是我在通话街长大 在通话街长大 我有两间房子 一个是财神大酒店 我们在仁爱国 我是仁爱国中 那个盖甲后来处理掉了 你就知道有多影响有多大 另外就是这个芝麻酒店 那个在仁爱 在这个信义路跟安和路口 那个地方 是台北的进华路段 居然搞了这么久 完全不能处理 猛鬼公寓 你知道这个地方以前 这以前有很多好餐厅 台北市有很多好的日本料理 其实在这附近 我也常常在那边吃东西 就到这个猛鬼大楼 也不能处理 刚才讲到 我小时候喜欢去庆车街 我喜欢去那个新天空图书館 旁边晃来晃去 你也给我搞一个烂摊子 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很多的案子 现在在台北市 都变成独流中的独流了 比如说像这个芝麻酒店 刚刚宝杰跟你讲到那个财神 财神已经处理好之后 变成金控 所以那个大楼是非常新非常漂亮的 地下室还有很多的停车场 而这个案子呢 其实这个照片就是我拍的 这是我写的 那个时候呢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最大的地主就是谁 就是李婉玉的父亲大人 就是他 林志郎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谈出来的差不多了 突然之间喔 吉美建设已经觉得说 已经要准备要挂案了 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说 要开始写 未来要改建神 这上面二十几层楼 下面地下几层楼 就突然有人撤出来 有所有权能特出撤销同意 是谁撤销的 就是林志郎 如果今天芝麻酒店这个地方 然后跟刚刚的景星大楼一样 如果你真的是后来台北市政府 你给你一个方便之门 你再给他一个 金华 金华城 只是弄几个充电桩 你就可以多给他个6% 这个多个6% 10亿的鬼啊 你那个多给他个6% 搞不好他就可以过关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 柯卫泽讲过一句话 跟财团打交道是要怎么打交道 我给你一个方便 你要给我一个回馈 可是呢 就像刚才士通哥讲的 一般人没有办法 得到市政府的方便 所以呢 你也不会给他回馈 这几个案子 其实我们现在以公众利益来讲 你说这个东西在这里 多烂啊 那个晚上都没有灯耶 你知道吗 以前都有游民圈里面打毒品耶 你说要不要弄 我觉得是一定要弄 如果你不弄的话 那对台北市来讲 是一个伤害 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会卡关 会不会就是他们的政商关系 走不到位 走不到那里去的话 所以那些东西来讲的话 卡了10年20年到目前为止 就是没办法来都根 所以吴董 这个比较也差太多 你对计划 大小是差太多了 没有没有这个林智朗董事长这个案子 他跟合作的单位是集美建设 集美建设就是加美建设的关系企业 所以董事长就是蔡竹雄 所以他是跟蔡竹雄签的这个合约 大家都已经确定了 都保了 可是我现在讲说 当时现在之所以不能推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他跟这个集美建设签约之后 集美建设付了大概十几亿的电金 订金给他 后来签约之后两个又翻脸了 那翻脸的理由主要可能就是说 林智朗董事长可能要要求更多的条件 可是他这个案子本身很单纯 案子本身他全栋楼里面只有一成是非他们家属所有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很容易通过 那主要的问题还是林智朗董事长 跟加美的蔡竹雄两个之间 他们对拆分比例的意见部分 那现在这个部分已经在诉讼 在法院告 那法院告这个事情来讲会告很久 所以我说他这个案子本身的背景 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关系 所以我讲了半天就是一个结论 林智朗董事长不需要靠台北市政府 他不差 所以那这个事情呢 我倒要提醒一些 现在这种的约寻的方式 约谈的方式 是故意要修理柯文哲 因为总共多少 专款总共 就是小头捐款全部登记了 他报监察院总共多少笔 18万笔嘛 那一个月下来之后 18万笔 由于我们现在AI跟电脑的力量 整理好了没有 整理好了 早就整理好了嘛 它里面只有两种钱嘛 一个是真的汇款嘛 真的募款 一个是假的募款嘛 所以他现在是做 简单做假动作嘛 他要把那个真的募款找出 假的募款是谁 假的募款的金主是谁 假的募款就是柯文哲自己 他把柯文哲自己的钱找出来以后 才能够搞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知道后面很惨 将来柯文哲会变成两件事情很惨 一个是贪污受费拿到钱 另外一个很惨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他的中间过程中 他所有的这些的这些的私密的社交媒体的 一些的资料 他跟很多不同的人 有钱人有权利的人 他有很多LINE 很多微信很多通信 那中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 中国大陆的国台伴友 进来介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被柯文哲搞得奇违复杂 将来这个 这个所有资料爆料一公开的时候 柯文哲的人设 立刻会变成台湾最臭最臭的盗篇 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橘子的这个去向 大家都知道他在日本 可以说他在日本的大半 那么事实上呢 现在连橘子的亲友都有出来讲说 目前私联中找不到人嘛 私联 但我相信敌系的敌亲的应该找得到了 就是有些周遭的这些亲友说 好像他们找不到 大哥大海关机等等 据我所知 台北地监署检察官已经跟他联系上了 你们有发现吗 检察官对橘子的态度比较客气 不过 刚开始的时候对朱雅虎也很客气 现在检察官呢 为什么对橘子那么好 因为我们大家 都开始在追橘子的以后 发了一个西文稿 曾经说 他是一个证人的身份啦 他现在请大家不要妄置揣测干嘛 因为他怕他不回来 他怕他不回来 那你说他会不会回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民众党的那些 不是地球人的火星人 他们都说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你懂吗 他是一个游学的人 他是一个 如果按照这样讲我就不知道 为什么不能回来 马上就回来 拜托欸 台北到大阪 台北到东京对不对 庆庆菜菜 每天搬机这么多 飞机票我一两万 他的身价都几亿的身价了嘛 直接买张飞机票两个半小时 就飞回台湾来了 为什么到现在 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交代吗 你是证人又不是被告 又也不会给你讲白了 也不会给你收押近见 你就回来说明就好了嘛 那么检察官目前有求于他 因为希望解密很多的东西 USB里面那么多东西 他是贴身的 为在强调 如果他们像这个黄国昌讲的说 他是一个单纯的人 你黄国昌也好 你陈志涵也好 你吴宜萱也好 你黄三三也好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到新加坡去吗 没有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到日本去吗 没有 请问你有陪柯文哲到陶珠饮園去吗 没有 那可是问题来了 橘子知道耶 橘子有趣耶 你知道吗 所以呢 现在对台北地震政府来讲 希望能够策动橘子自己回来 那你说有没有办法呢 让他这个等到后来不回来都不行 可以 根据护照条例的规定 只要把他的护照直接 用一个台北地震政府 用一纸公文 让外交部把它注销 通知日本 日本跟台湾的司法付出协定 是非常OK的